今天衛生署聯同環保署和建築署 邀請了袁國勇教授過來曉峰樓做一個視察 因為在曉峰樓有一個單位 就是一三的單位有不同的層樓 總共有三個層樓是在中層的 相隔大概是四層樓 都有單位的住戶感染了新冠肺炎 我們都擔心在樓宇的結構上可能有問題 所以就是過來視察 除此之外 除了一三單位 另外就是在一五的單位有一個 零九的單位都是有一個 總共是五個單位 總共是十個住客 目前就知道是確診了這個肺炎的 那個視察都是完成了的 或者我交給環保署梁先生 就可以講一講那個發現 環保署今天聯同 運防局下的特別審查小組 我們一起檢查了有兩個單位 因為有一個單位 我們未得到住戶同意入不到 這兩個單位 我們都見到是 座次有改動的 座次改動的時候 也都將它原本有的 一條的反紅吸管的梳氣喉 都是切斷了 沒有重新駁到的 但是切斷了之後的情況是怎樣呢 因為它是藏在牆身裏面 我們是看不到的 所以特別審查小組的同事 會往後再跟進其他單位 在同一樣是13號單位的不同樓層 看看他們的狀況是怎樣的 所以我們政府是會繼續跟進 如下我給袁教授 多謝這個衛生署 和衛生防護中心的邀請 讓我們有機會一起去看看 究竟這次在這個曉峰樓那裏 這個爆發是有甚麼原因 大家都聽到 就是最開始 由那個病狀 病症病狀的開始 割好發燒好 是1、2、1、3 那一家人開始的 然後是1、1、1、3 是9、1、3 是垂直向下發展 我們能夠進入其中兩個單位 就是1、1、1、3和9、1、3 就發覺他們的喉管 逼迫那個通氣喉是鋸過 還有它究竟封成怎樣呢 我們不知道 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已經 衛生防護中心一早 就已經找這個流動檢測車來 檢測過其他的居民 除了有另外兩間 是橫向有確診之外 下面那些都找不到 上面和下面都找不到確診 但是因為那個 是垂直向下的傳播 所以我們覺得最安全的做法 去保護居民 就是將1、2、1、3以下的流程 就撤離 這是為了保證他們的安全 至於1、2、1、3以上的流程 去到3、4、1、3 我們會馬上請環保署 和這個房屋處的人 去看清楚他們的喉管有沒有事 但是因為如果我們看過沒有什麼問題 而那個傳播是由上到下 其實1、2、1、3以上的 就沒有需要撤離 但是我們必須要盡快看清楚喉管 和他們已經用這個漂白水 由頂層將那些污水渠已經是消毒了一次 所以我們覺得 將3、4、1、3以下 去到1、3、1、3留在這裏 應該是安全的 應該是安全的 當然了 我們都不可以保證 不會跟著再有確診的病例 但是我們將會 尤其為1、3、1、3以上的 一直去到3、4、1、3的 在5日後和第14日 即是在21日和28日 再幫他們做多一次檢測 保證他們真的沒事 不會將病毒再傳出去 即是穩陣起見 我們相信應該就 不是說沒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這個機會應該沒有這麼大 因為的確那個病毒 是由上到下 很可能是經過一些 那些糞便渠渠 有些地方是有一些缺口 或者有一些流氣 以致這個傳播發生 至於509和這個1、2、1、5 他們另外兩個單位有確診病例 我們懷疑他們可能是靠接觸傳播 即是說他們可能是 譬如1、2、1、3和1、2、1、5 他們是用同一個電梯的 可能在電梯那裏的電梯製 另外509可能他們是因為 他們推門 推個大門 用手 靠接觸的方法 或者是非直接接觸的方法 是傳播到病毒 染到病毒 這個暫時來說我們都是傳測 我們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也都不排除可能 接著還有確診的病例 因為大家知道 那個病的潛伏期 可以一到14天 甚至更長 所以我們現在覺得 我們的做法 因為已經檢測過一次沒有東西 主要我們再檢測 我們有一部份的居民 留在這個單位裏面 應該都是沒有問題 我們關於第13座向的調查 暫時去到這個階段 我們都作出了一些建議 希望不會太過擾民 同時也都希望是安全的 我們這個做法 我們在場的專家都同意這樣的做法 是一個合適的做法 教授想問一下 其實見到1、5、7 外面的房間 都關掉了 用膠紙簽著 我看到這個情況 會不會其他單位 可能都會有些傳播風險出現 另外想問一下 就是你取個1、3、7、5 去維持了這些保護級本土地 其實是為何會這樣做 大家都明白 這裡都30年扭寧 還有他們有九成的 已經是賣了出去的 於是一個維修 已經再不是在原本房屋處那裏 不是谷宇處那裏 就是戶主本身的責任 所以你看見這些情況 覺得喉管的情況不理想 這個我們都是覺得意料中事 因為你不像公共屋邨一樣 你覺得喉管有甚麼不妥 你通知政府的房屋處等等 他們就會立刻幫你去維修 這個情況在這類賣出去的私人屋院 是真的不可以完全避免到 至於你說究竟他們鋸了那個通氣喉 接著它搏搏成怎樣 我們沒有辦法看得到 因為它埋在牆裏面 有可能真的未必 它有些真的搏了之後 它未必真的封得好 這樣的時候它會經過那些牆壘 那些地方那些病毒的氣溶膠 我們所謂的微粒會走出來 尤其在冬天我們經常都說 尤其你的溫度低於15度 那個濕度是低於40% 那個氣溶膠亂的病毒 生存的時間很長 所以我們現在事實上 我們所有同事上去看 上去都是帶這個N95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機會 比夏天那時候真的不同 所以真的要小心很多 我們就覺得最重要 當然我們不排除全眾大學再做了 但是最重要是13座向單位那些 那些是一定要在第5天 第14天再測試一次 其他的單位他們想測試 我們那個流動檢測車在這裏 隨時他們覺得他們想檢測 都會給他們檢測 尤其是在21號還是28號兩天 我等一下去政府總部和局長他們見面 會談這件事 但是我們暫時沒有什麼決定 完全我們要談完才作出決定 我想問一下 其實都看到一些居民周圍走 就算是13、14、14、14、13居民 都留在家裡 有其他建議給他們 因為你看到可能都會再提供 他們是有這樣的樣子 我覺得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他們檢測過一次是陰性的 他們成為播毒者的機會是低很多的 然後我們在第5到第14天 我們又再測試 應該都是保證到他們安全 你全部抓他們進去隔離中心 都幾擾民 對他們來說都未必是好 加上我們看到的主要傳播途徑 真是向下走 橫向那些就是在家裡隔離 有一間 另外一間我們暫時未解釋到 但我們相信都是靠非直接接觸傳播的 於是我覺得我們的決定應該都是謹慎 不是太擾民的 當然如果跟著再有其他確診的個案出現 我們可能改變的策略都未定 但我們都不想說每次都傳動 全部都真的將它全部撤離 好像非常之擾民 我們這次可以作出的決定 是因為那些個案真的垂直向下走 開始是一二一三 接著是九一三 接著是十一 一一二一 一一一三 向那個方向走 所以我們夠膽可以作出了決定 一二一三是最早病發的 接著的單位全部都是跟著病發 而向上的就是 我們暫時一個都未看到 在這裏 如果你是隱藏在牆身 是肉眼看不到的 那我想運防局的同事 他們都要找他們專業的工具去看看 有甚麼方法可以檢視到究竟那條喉管 是否仍然在這裏 還有那個狀況是怎樣 暫時我們是沒有辦法回應這件事 那是等我們的同事再檢查完才可以公公 大家都同意 我相信黃醫生都同意 就是這個情況是有很大改變 那我們跟著我們都會再開會 去想清楚應該尤麻底 這個這麼大的爆發應該怎麼處理 希望大家 各位傳媒朋友有些忍耐 我相信局長應該有 遲些會有些宣佈 我問一下 一二一三 那一床 那一副家人呢 有沒有甚麼特別 也不像在這裏教授 你去過其他處理的 例如某一副最早病發 他又最公平 才可以傳得這麼多 那這副有沒有甚麼特別 大家都聽得到的 就是一二一三那裏有四個人 是有四個病發 而下面就是1913和1113 是只有兩個病人 其他橫向那些 暫時只有一個病人 你看見很明顯 垂直的傳播的證據 都是有在的 其他散發的病例 多數是經過非直接接觸傳播 就不是經過那些氣候 因為氣候那裏出來 霧化了那些微粒的病毒 那量通常會是 比接觸那些可能會高些 都未定 好嗎 我想問一下 那些新個案 有沒有食環有消毒 我不是很清楚 他問食環有沒有消毒新的個案 那些單位 消毒 據我所知道 應該已經消毒了 那些單位全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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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將你的意見 告訴他們 這個東西小小 這麼小的 這裡幾下不同 幾下這樣可不可以消毒呢 麻煩你 我們將你的意見 告訴他們 好嗎 加起來有十個 不是 加起來那五個單位有十個人 OK 好 我怎麼看 我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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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